树木之大 百姓是头家 欢迎收看树民大头家 让我们欢迎李德伟委员加入我们的讨论 委员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防部为了要配合政府的瑞电政策 现在传出大量在撞射太阳能的光电板 甚至是连战车的车棚都不放过 军事专家就痛批了 这么集中的光电板 简直是画一个超大型的一个标靶 真怕敌人不知道要轰炸哪里吗 台湾南部几乎成为光电板制度 但不要核能 绿能发电就是不够 为了增加光电发电 国防部竟然下令在全国部队机关 还有星舰中的兵舍 全力配合装置太阳能光电板 就连行政车或战车车必用的车棚 也作为太阳能板的基座 让军事专家直摇头痛逼政府本末导致 这个国防部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你知道空军诈射 那个地上画个圆圈也不过一二十公尺的直径 一个营房里面几百公尺的那个反光体 那真的闭里眼睛炸都可以炸中了 不知道国防部怎么会做出这种荒谬的配合 登陆上来的炮兵 前一波的空中攻击 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民进党口口声声讲国家安全 这一点怎么做的 未来装设完毕后 各营区恐怕都会变成大面积的光电厂 对敌军来说简直是大型剑拔等着对方来打 国防部却只回应从事机密工作 营射不得设置太阳光电 目前经过同意搭建的钢棚 主要是用于提供部队晴雨天操客 车辆暂停保养等多重功能 而不是用于集中停放战甲车 但网友大算 你也知道装的容易被打 难道机密营射以外其他打光都没差吗 还说笑死全身发光是怕敌军找不到吗 不只用爱发电现在战车也要发电吗 来英格帕欧 民进党的能源政策根本就是空头支票 民进党政府大概是脑筋想疯了吧 过去来讲牺牲我们的农地 牺牲我们的雨温 大概有相当大的比例 都变成一个亚光电板 那现在来讲的话 东西国文部的脑筋里面 干脆你高速公路整个台湾都能光电好了 大选的时候除了赖清德 另外两位的候选人都提出 核电厂应该要研议 我觉得你不去思考怎么样 让我们的能源政策更稳定 反而造成我们国防跟国安上的漏洞 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 战车和武器动辄上亿 连战车车棚都装光电板 能发多少电不知道 就怕战争一来先提早送命 民进党坚持废核家园 赶着废掉核电 但绿电占比迟迟跟不上 惹出了不少让人诟病的光电黑金 现在就传出政府把目光 直接转向了我们的国军吗 民众在Google地图上 直接发现我们的陆军官校 很多地方通通配合了部队 机关 学校 兵设 都装置了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光电板 到底哪些地方有呢 包括像是八德五三工兵群 陆军湖口的北部测考中心 台中的清泉岗传出正在招标中 那么高雄中正玉校陆军官校 左云军港通通通都有 甚至是在这个淡水这边 媒体指出官渡指挥部 原本分散部署在各地的战甲车 全部通通都叫回来 全部调回集中堤放在新建的 这个光电的这个钢棚的底下 好 过去我们不是非常重视 所谓的反噬吗 结果现在呢 大啦啦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战车停在哪里吗 好 接中就跳出来说话 他说其实行政防射架光电板 是无所谓啦 可是战甲车不是应该要分散隐匿 不引人注目为原则吗 那么为战甲车盖个车棚来发电 不但集中而且非常显眼的 根本是本末倒置啊 好 我们的曾明宗委员说呢 配合政策盖光电车棚 让军营恐怕会变成敌人的标吧 这叫做上游错误政策 下级被迫出下策的后遗症啊 好 那个陈一新委员也说呢 军营新设的光电板呢 将对要塞造成危害 光电板是高度反光的 恐怕会让我们的营区都一览无遗啊 好啦 事实上呢 这个国防部呢 现在跳出来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是在不影响国安 还有战备前提之下 配合经济部的政策 伪商标租光电设备 主战掩体机名场地 都没有设置光电板啦 所以刚刚就有网友问了 所以意思是说 只要是不机名地方 给敌军炸光了没关系吗 好 事实上也不止如此 是不是为了飞和家园 让路国防部早就不是首例了呢 因为传出其实有 我们的封电干扰防空 飞弹的雷达效能啊 也逼得国防部说 可不可以重新来评估一下 这些封电电厂 装设的一个境界的范围 因为会影响到 我们国军的雷达效能嘛 好 国军其实是非常重视 对岸的卫星征兆反制工作的 所以过去冰射啦 弹库啦 通通都要求要卫装 结果现在营区里面 却是大啦啦装设 闪闪发光的光电板 难道是怕敌人不知道 我军藏在哪里吗 是要让我们的国军 变成敌人导弹的火把子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 废委员怎么看 刚才在节目休息的时候 主持人问我说 你先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军教片 都是把脸涂得黑黑的 我们以前 我们三个都当过兵 当过兵 一开始入训练三个月 大概有前两个礼拜 就做单兵的训练 我们学会伪装 你看全世界的陆军 为什么穿绿色 或者是这个迷彩装 就是配合地形地物 那个本身就是想去伪装 我们再把头钢盔上 绑一些树枝 好像你融合到大自然里面 这就是伪装对不对 那如果不伪装 那就是我在我背上 啪在地上 这些 我是战斗兵 请你来打我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我们伪装 你看那个像空军 那个军宝 那个停机 军宝 那上面都是草的 伪装跟 就像跟地形地物 颜色是一样的 不要让敌人找到我的目标 包括我们的战车 你说像那个什么冰色 弹药库 都是要把它伪装好 不要忘记 现在的战争 其实它透过卫星 它平常都已经把你的基地 都把你绘制好 把你锁定好了 在真正打仗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用人口 这个人 这个人口面试 你只要面试 发现你是在哪边做坏事 立刻透过这样子的系统 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 都可以立刻抓到你的 把你的轨迹把它抓出来 那我们军队 那更是应该要 各种的伪装 避免让人知道 现在打仗的时候 一定是无人机 无人侦察机来出动 它就 它都知道你 平常就知道你 哪个 哪一个位置 是如果说 上面有光电板 那就代表是标的屋 好好地打吧 那个是 那等于是 我们在做敌人的间谍 所以我在严重地怀疑 我们国防部 经济部里面 是不是有中共的 第五重队在里面 甚至我怀疑 里面是不是 你就是长江一号 长江一号是间谍的意思 老共的间谍 你怎么会想出 那么荒谬的事情 凡是张国宾的人 我们都知道 伪装是训练里面 很重要的部分 人员的伪装 武器设备的伪装 营房的 这个防射的 这个伪装 都统统要伪装 否则以前像我们 金门的部队 为什么要住在山洞里 让你找不到我人嘛 对不对 否则我就可以在农田里面 我都盖我的军设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 这里面当然 我是觉得 国防部可能是被动的 这个被动 经济部现在为了要充业心 我要 因为第一个想解决缺电的问题 你2025 明年就2025了 你非核家园 你核一 现在核一废掉了 核四 你也不让它用 核二核三 你到底要不要让它延维 如果不研溢的话 很简单 你缺 它的发电量占全台湾的 现在还有百分之六到八的样子 请问电从哪里来 马上 我们这个不是美潮商会 欧洲商会都讲 台湾是缺水缺电 缺工吧 对不对 其实还缺了很多 我们就把这个不细讲了 第一个缺电的问题 它必须得解决 所以现在是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可以跟那种光电板 我通通给你弄 风电 我跟你讲 风电现在还没有大量发电 风电里面到时候的成本 也是非常的高 对不对 这个 还有 我要跟各位报告 日后的电价 台电在前年 2022年 亏了5000亿 去年2023年 现在数字还没有出来 我在猜 也是2500亿上下 这些电最后 往后两年没有选举楼 他一定会给你账电价 账电价到时候 我平常 我一般的家庭 一个月2000多块钱 我一看到账单 变成6000块 不疯掉 他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也有点 适度的放软 说核二核三是可以讨论的 缺电的问题 必须得处理 真的是 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 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都民进党的经济部 也要关注 我觉得国防真的该被打屁股 人家要在你的营房上 变成一个敌人 很容易识别的标的物 你可以答应 我也真佩服你 不要为了官位 把你的专业的能力 被你自己否定 我觉得很丢脸 第二个 台电 你必须得说服一下 你民进党的政府 核电到底可不可以用 如果核二核三 通通废掉的话 台湾缺电的问题 是必须得快速面对的 第二个事情就是 电费要快速的增加 台湾老百姓 到底可不可以接受 民进党政府 你必须得坦然的 来面对这个问题 讲起来也很快 2025现在已经是 明年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防空单位 现在很怕 光电板会反光之外 其实全台各地 都传出营区 是大规模的 在设置光电板 国防部说 这是为了配合政府的 绿能政策 所以从事机密工作的营社 都不会放光电板 按照国防部的说法 不就代表说 那国军明明就知道 在营区中 装光电板是很危险的事情 很容易会被攻击 不是吗 所以说机密设施 不能够装光电板 所以那言下的记忆是说 其他的营区被打烂了 都没有关系吗 或是 我说他本末 大家说他本末导致说 你国防部应该要做什么 你国防部应该是要 保卫国家的安全 你是要强化你的国防力量 那你怎么会把经济部的事情 拿来当作自己的事情 拿来当作自己的事情办 就说 所以你一个错误的时候 就连带着不断的 其他的单位 就跟着被拖下水 你原本一个光电 光电设了一个 这么高的标准 然后结果变成说 其他的单位 偏偏要跟着你 这个错误继续继续走 我就讲 他们现在就讲 你说像陆关那个 红顶白墙的 巴洛克建筑 他们要铺光电 真的是不倫不类 我讲实在话 那你就回过头来讲 你说你刚刚看你讲 基敏的设施不会嘛 所以什么 这种事情你就会想说 它一定不会发生在国防部 或者恒指所 或者总统府自己上面嘛 对 因为你就知道会被人家打 那陆关的那些学生是该死吗 到底你那条线设跟不设之间 你到底话在哪里 什么情况下设 什么情况下不设嘛 就是你先把你的本业搞好 你剩下高的高 你怎么做都不怎么做 怎么做都没有关系 就是说没有错 的确现在都刚刚已经讲过 就是说现在卫星 其实人家定位的很准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让它更准嘛 就是说你国防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应该要低调 结果你把它搞得这么高调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而且经济部的状况 你经济部现在的状况 不是应该去逼国防部说 你帮我多设计的光源 能够多发多少电影告诉我 你经济部的状况 是应该去检讨你整个能源政策 到底要不要调整嘛 现在蔡英文已经 已经不是蔡英文了嘛 那个赖清台好像有点松口的样子嘛 你也说你们也说 我要申请和二和三研议嘛 对不对 那你的政策到底要不要去调整 你还能够继续这个 你如果继续这样的维持 你现在的供电品质 一天到晚跳电这个样子 民党政府被你搞也搞死 而且你必须要 你大家必须要想到说 因为我们的电一直都是 我们一直都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 等于就是穷人补贴富人 对不对 拿我们的钱去补贴台积电 讲话就是这样 台积电全台会用电用最多 那你现在的状况 你现在的状况说 当你国会已经是明朗 明朗不过半的情况下的时候 你就没有过去那些什么 拿什么纾困预算 什么超收的 超增的税 直接去补台电 你今天那些不会过的 你今天台电 而且你不只补台电 还去补中油 中油因为电价不准涨 所以中油连卖给 卖给发电厂的天然气都要亏本卖 所以中油也亏得一屁股 对不对 这种状况都不会发生的 你台电跟进一步 你现在应该是要去面对现实 你要去面对说 你将来电价 必须要涨的时候怎么办 因为没有人会在补贴你 绝对不会有新的执政党 不是在义党立委 绝对没有笨到说 我今天会再给你几千亿的预算 上去补台电亏损 那你们将来要怎么办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政府应该要去做 所以说去做这些东西 这不是本末导致 根本就莫名其妙你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政府现在竟然是 在我们的官校的上面 放了一堆光电板 甚至是在战车甲棚上 挂满了光电板 所以学者接中就痛逼 如果拿行政防射来发电 倒是无所谓 但是战甲车辆是要以分散隐蔽 不引人注目为原则 结果你给车红上装那么多电板来发电 不但集中而且非常的显眼 这样的做法根本是本末导致吧 好 就像我们先前不是跟美国买了 号称是地表最贵的战车吗 撒了405亿元来买战车 结果呢 民进党未来的一点点的光电 在我们的上面 这个战车上放这么显眼的光电板 这难道没有问题吗 以前说用爱发电 难道现在是连坦克车都要拿来发电吗 都有用 对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我自己真是认为 邱国正国防部 邱国正部长 应该拒绝行政院 甚至于经济部相关的要求 大家想想看 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 买了400多亿的坦克车 但是现在原本是希望他未来 假如真的有战争的时候 发挥他的功能 可是你现在在上面 等于盖一个光电板 某种程度开个玩笑 就等于帮他穿了一个霓虹灯的衣服 那就等于是你 我们刚刚讲到 刚刚费委员讲到 我们当兵要学什么 学隐蔽 学化妆 迷彩 让敌人看不到我们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 在我们的战车上 放上了霓虹灯 欢迎来打 请问我们纳税医务人的钱 是可以这样子的花吗 所以在这个部分 当然包含美国 卖给我们这么贵的战车 他是希望我们这样子来使用吗 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去做 我们包含桃园机场 或者松山机场 很多机场飞机的时候 我们去坐飞机的时候 那个航空公司 这个驾驶都会提醒大家 这外面有军用机场 请你不要拍照 不要摄影 那就是什么 因为这些军事设施 不希望被人家拍起来 有隐秘性 这是所谓的国防的问题 国安的问题 但是现在反而是 民进党的行政院 一纸公文下下去 希望所有部会配合 我们想请教国防部 这么多的土地 国防部这么多的单位 真的有必要在 我们的战甲车的棚子上面 搭上相关的光电板吗 所以这样子做 我真的认为 国人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现在也许 国防部少数的人 来配合这样做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第一邱国正部长 可以悬崖勒马 把这个政策管快喊停 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行政院也必须去 要求经济部 你相关的光电的做法 台湾有这么多的土地 你另外去找地方 至于我们的营区 是为了我们国防的安全 为最重要目的 而不是只是需要 发这一点点的电 而且光电讲实话 真的这几块光电板 能够产生多少的电能吗 我们真的非常怀疑 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花那么多钱来买战车 又花那么多钱 来生产这一点光电 那讲实话 这预算不是浪费吗 那为什么不用在 我们的民生经济上呢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真的呼吁 民进党现在又继续执政 但是不管是各部会的部长 你遇到你应该拒绝的时候 你应该大声的say no 所以这一件事情 真的希望国防部 邱国正部长要处理好 其实民进党的非核政策 冲击到国安 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先前蔡政府 在西海岸插满了风电桩 结果就传出说 旋转的这个风电车液 竟然造成我们防空飞弹的雷达 被干扰了有杂波很严重 逼得军方要求拜托 重新来评估一下 风机的境界范围 民进党一直告诉大家说 他们最有能力可以保护台湾 结果为了所谓的 非核家园的神主牌 看起来好像是已经好几次 要求国防为了非核家园 要让路了 不是让我们的国防出现了破口吗 难道这样叫做 最会守护台湾吗 毕武委员 先跟大家讲一些现象 我因为选举的关键 就住在海线 那你知道台中中部的海线 插满了风机 那我住的地方 因为那个是一个新兴的社区 所以我住在那里 我上下邻居都是外国来的 这些高级工程师 所以我常很晚回家 我就会常碰到他们 但是最近11月底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大量的 就是全部都回去了 然后我就想说 大量的这些外籍高级工程师 因为我们的五七港的四号码头 跟五号码头 他还在扩建 他在组装风机 那我就去问了 他就说 什么工程好像要重新评估 所以他们这段时间没有工作 但是那个风机的计划 并没有停顿下来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现在我发 就是在住在地方上面 看到了一个问题 那讲回来这个 民进党的非核家园 他有几个要 面临要迫切要需要的 就是核三厂 因为核二厂的那个二号机 他基本上已经 40年的那个license到期 他已经关了 那现在唯一能够研译的 就是核三厂 核三厂的一号机 会在赖清德就任 五月五二厘之后的六月份 他会40年的 这个执照使用到期 那他就要面临 到底要不要关 还是要研溢的问题 这恐怕才是赖清德 要面临到的 就现在能够研溢的 就核三厂的一号机跟二号机 所谓的非核家园的 二号机会在 落在明年的2025 然后因为他是使用年限到了 他就自动关掉 我们整个国家 就真的进入非核家园了 那再来看全世界有哪些国家 不用核电的 很少 大家都觉得说 你德国不发展核电 问题是法国充满了核电厂 他就跟那个法国买电就好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 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 我们百分之九十八 甚至百分之九十九 我们的能源都是要靠进口来的 靠进口来 那现在就是说 风力发电跟这个 这个没有跟上来 就我们的绿能没有跟上来的情况之下 那难不成我们要全力 火力全开吗 要烧火了吗 或者是我们的天然气 那因为天然气这几年 因为恶物战争的关系 因为全世界一个不稳定的关系 那加上大家也知道两年前的这个 公投这个互藻礁的问题 那现在在那个大潭的这个 盖这个天然气场 也是一直严重的delay 因为它的 因为地形地物的关系 因为藻礁就在下面 那所以它事实上就 误判了那个地形 所以它现在的进度 事实上是非常的落后的 所以我要讲回来 这个整个民进党的 那个能源政策 恐怕是这一任 就是赖清的五月份 要接新的国家领导人 所需要面临到的一个能源政策 那能源政策 其实大家要再考虑一点 全世界像台湾的电 是这么的便宜 全世界最低势低的电价 那因为这么低的电价 会让我们很多的厂商 他不懂得要去节约能源 然后也没有想要去发展一些 节能的产业 其实节能的产业 它呼应的是2050 那个禁令碳排 禁令碳排这件事情 它是国际上面需要的 可是我们目前看起来 民进党的政府 反正每隔两年 他都碰到大选 选举他都以选举为优先 他就把这些很重要的事情 他就没有去 事先去做规范 所以赖清的上来 他会面临到 这个核三厂的一号级六月份 到底要不要关 那要关的时候 首先这个所谓的研议 当然他的计划 当时的核电的研议是说 如果你要有研议的计划 要在五年前就要先准备好 现在显然是来不及 但是我相信台电 一定有一些专业人员 他们想要研议 这是变成是政治问题了 我个人认为是政治问题 才会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其实赖清德也提出来 这个核三厂言不言议 可以让立法院来讨论 这是你行政单位的事情 你行政单位的事情 那你现在就又面临到缺电 跟那个电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他又要给它推给立法院 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非核家园 这个政策确实是非常的问题 再来就是说台电 刚刚费用带预言也讲到 每年的累计亏损 它去年的累计亏损是 1800多亿 加上之前的2000多亿 现在已经累计亏损了3850亿 那基本上它已经亏掉一个股本了 基本上亏掉一个股本了 那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风力发电 到底要不要再重新来评估 还有它的能源政策 到底要不要来评估 我相信这个会是 赖清德上任最大的考验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虽然说像是政界学界 都有人认为民众党提出的 国会改革方案 其实和立法院的政副院长选举 是八竿子打不着边 但是民众党还是不断的要求 说蓝绿赶快来表态 换取支持 但柯建明他就很酸 他说民众党的那八席 叫做没有用的八席 国民党已经是目前的第一大党了 有需要民众党的八席吗 黄国昌跳出来 这个给予表现是想要私设行堂 出考卷叫蓝绿回答 一副全天下都要看他的 真是让人看不懂 我会这样白痴与虎毛皮吗 我还不了解黄国昌吗 柯建明话讲得很重 黄国昌也跳出来反击 他说柯建明在立法院的表现 有目共睹 他就是立法院最有名的侨王 过去八年民进党国会过半 柯建明连苏家全游席坤都没放在眼里 仿佛整个立法院都是他在操控 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他的言论是有利益考量 游席坤的发言就比他有高度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游席坤可以当立法院长 所以还没有真正开始决定要不要怎么合作 我看起来黄国昌跟柯建明两个人已经非常呛了 不过现在也传出说是不是两年之后 黄国昌其实是意在新北市吗 其实是在为了新北 就是为了县市长在布局了吗 传出说黄国昌要选新北市 而黄珊珊要继续来选台北市 但是叶元芝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黄国昌想要挑战新北市的话 他说国民党是不会跟他合作的 他说我选新北市 叶元芝选新北市都比黄国昌有实力 黄国昌也不是自己选上立委的 所以没有为民众党做什么 但是突然两个月之前加入民众党 就可以当部分区的委员 他说请黄国昌别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了 应该要谦虚一点 好了所以现在看起来难道是 这个黄国昌真的是为了要铺陈 他2026的市长选举吗 或者是也包括黄珊珊因为要选台北市 所以现在在立法院才来上演这一出吗 柯文哲的巴席到底是有用的巴席 还是没有用的巴席呢 这个柯建民是呛说是没有用的 但黄国昌也反呛柯建民说 你侨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虽然黄国昌跟柯建民在立法院的表现 民众自己心中有一把尺了 但是黄国昌要去栓人家是侨王之前 他自己也插上了价码在代价而沽吗 难道也是等着希望人家上门跟他们去 瞧一瞧吗 所有人怎么看 这个我在立法院五届我没有看过像现在的这种状况 这个是我还第一次看到是真的是三党不过半 因为我们过半是57席 113除以2 就是56.5要57席 那国民党是52加2 民进党51都不单独过半 所以选任当然大家知道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我们第一轮投票 第一个一定要过半那就当选 如果没有过半就进入到第二轮 前两名的人变为候选人 对不对 我想这个黄国昌讲的那个四个诉求不是不可以谈 我是觉得是可以谈 基本上我大部分 当然我二月一号我也不是立委了 如果说我的话 我会支持那大部分的他的论点 那是好的 但是大家去谈跟叫嚣有事有点不太一样了 二月一号主要是选出院长副院 政府院长 政府院长是处理院会的事情 他当然他会让人觉得他有对意识规则很清楚 他的社会形象很好 他处理事情会很公道 我们要选出这样的人 至于那四点是党跟党应该要谈的 因为那个法案要过 不是我们两个 不是我黄国昌跟我们国民党现在是这个韩国 我们两个人说好就好了 因为我们后面我们后面有个党 我们党里面 你民众党还有另外七席委员 国民党你还有另外五十三席委员 我们必须得尊重他们的意义 所以那是基本上是应该党对的 只要我们握手了 说我们两个党合作 两个党党主义谈 当然我们当时其他的委员要在 合作好好合作 我们七一节的部分 大家怎么来规划 时辰怎么排 但是二月一号是选政府院长 我是觉得用喊话的方式 真的会 这个柯建民我不知道他是玩真的玩假的 当然他这个衣服看起来很不爽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完全执政的话 那八票你要 民党那八票他要 行政院院长是我的 立法院院长是我的 至于什么部会首长 那副院长 平常讲我是民进党 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了 你行政院的部会三十几个部会首长 你要三分之一可以 我给你二分之一可不可以 当然都可以 剩下你只要融入到我的行政体系里面 你再了不起 我上礼拜在这边讲 你再了不起的大象调到宁绕去 一天以后宁绕还在 大象不见 这就是我是讲台联跟时代力量的下场 就是如此 这是民党你必须思考的 但是黄国昌这种这样的讲法 为什么学界的人不以为然呢 三党不过半是要协商的 协商是要拿出诚意 拿出专业 大家党对党的协商 最后如何让法案在立法院一一 副委让他通过 至于他讲乔治 柯建民当然人家讲乔的观点 给人家认为不是一个好字 就是乔可能个人或者某位委员 或者某位委员的派系他的利益 那当然不好 但是平常讲柯建民处理事情 虽然我们我想民众党也好 国民党也不是很喜欢他 可是他帮民进党维系了 维系在立法院的运作 所以我也在这边喊话了 其实我再过几天就不是立委 我跟德威我们都不当了 剩下就是要让社会好 要让人民获利 要让政党他把凸显出他的主体性 跟他的理念 当然是要党对党坐下来谈 单独一位委员在那边喊话 我是成不了次 而且你会刺激到其他人 国民党现在基本上我们都不讲话 我们希望在野合作 在野合作一加一当然力量比较大 我们主要是要监督民进党 我们要 我相信你说黄国昌也好 黄珊珊也好 陈昭之也好 他虽然跟我们理念不一样 但去到一些理念不一样的地方 剩下人民共同的福利 国家的未来 那当然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智慧 朝这个方向来迈进 所以讲到黄国昌个人的事情 黄国昌不是要宣布在新北 要办五场活动吗 什么板桥 我看他办五场 戏子反正没有 那办这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那不是不就是要准备 2026年的选举吗 当然有企图心是好事 这没有什么毋庸置疑 剩下两年 你的表现让人民能够接受 现在黄国昌和黄珊珊在立法院的声量 可以说是已经大过了主帅柯文哲 面对蓝莹提出说要让黄国昌当副院长 黄国昌说因为他的任期只有两年 所以那就没办法 但是这样的说法也被外界执意说 是不是其实是已经开始准备要再布局 两年之后黄国昌要投入新北市长的选举 黄珊珊要投入台北市长的选举呢 叶元智就出来呛了这个酸了黄国昌 他说我觉得我选新北市长可能比大家有实力 因为说实在黄国昌是选前最后一刻才加入民众党的 而且也不是在选区面对直接民意的检视 而是靠着声量赢得的部分区的席位 那么在没有任何政绩或是耕耘之下 他就想要挑战新北市市长 难道是觉得靠声量就能够谋得大位 有本事吗 有办法吗 后织怎么看 黄国昌想选新北市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几率是高的 因为国民党目前几个执政县市来讲 新北可能因为侯仪这次选的也不是很理想 可能看起来让大家觉得最有机会 我觉得台北的话 我觉得黄珊珊如果在想话 他这次选一定会比四年前更不好 柯文哲在台北票开得不好 柯文哲在全台湾的票里面 台北票是开的第五低的 只有投票率是第五低的 就是只有台南高雄屏东跟台东 这个地方比他更低 就是他本命去开 大家都说候选人本命去开得不好 比如说我们会讲赖清德只开 只刚好台南破了五成 然后后宇新北也开得不好 但人家的不好都没有像他这么不好 你知道吗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好 就是说我觉得那个状况就是说 当有一个新市长上来之后 人民就会有比较 人民就会有比较 那显然我觉得人民比较的结果 是认为他是做得不够好的 那黄国昌今天讲说他比游锡 游锡坤比较有高度 比克建民有的高度 我跑力发现这么久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接受这样的讲法 我相信这几位委员大概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讲法 那个柯建民 当然你可以讲他是侨王 但是我跟你讲 做侨王一定要有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你要让人家非常有信赖感 讲话一定要算话 不然一次就毁了 王建民是这样 柯建民也是这样 然后他们今天一直在讲说他们的试点 那柯建民讲的 当然柯建民还是毕竟是姜氏老大 他就跟你讲说那个听证调查 因为那个听证调查大法官虽然给你那个权限 但是他又你又不能碰到监察院的那个权限 那个东西会很复杂 我想就算立的法出来 搞不好都还要经过视线 因为大法官到底给你到 你到底可以行使到什么程度 那搞不好还要行使到视线 那我不觉得像黄珊珊那样的背景将来会懂这些 最后一定是黄国昌在带头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 你民众好像话讲那么好听 讲一堆利益回避 我就一直在问 你吴欣赖的财产申报到底什么时候给我 总统也选完了 他现在还是不分区立法奥委员 到1月31号才卸任 你一天指着别人兵子说 我这个要改革那个要改革 吴欣赖的财产申报到现在不给就是不给 批批对不对 卸任也是不给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跟我去讲国会改革 那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说 那个他们想要在立法院创造声量 希望能够作为未来选举的基础 但我真的觉得他们要仔细看未来的互动 不是像他们这个姿态 如果最后是一事无成的话 你要拿这个东西 你到底要拿什么亮眼的基础 来去作为选举 因为过去朝野的习次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揭蔽这件事情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现在状况是说 两个在野党的习次加起来已经比执政党多了 那这件事情是说 你不能再跟我讲说什么东西都是民党不肯 你自己要能够改变制度 那你们之间能不能做成一点事情 这件事情对于在野党来讲其实是重要 如果你这四年你做了在野党 你揭闭揭一堆 然后什么是人民生活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给你们两个国会多数干嘛 为什么民进党要变成国会少数 所以我觉得民众在这件事情上 到目前为止没有想通 他一直在想说 我又要打国民党 我又要打民进党 两个都不是朋友 问题是你最后要做成什么事情 像他这种高调的姿态 或唱高调的姿态 或者标准不一的姿态 你是最后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成的 因为民众还是会检视到底最后 给了这个民众党的八席的部分区委员 最后交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单 不过讲回来这一次 这个赖清德他能够顺利取得了政权 外界也认为 是不是跟这个选前民众党 放给大家的民调失准有关呢 包括这个求真民调 内参民调 好像是不太准的 然后也包括甚至有人质疑说 有没有人在帮民众党 在网络上面放假民调呢 好 柯文哲说 未来考虑干脆成立一个 党内的民调中心 好 过去柯文哲呢 可以说是因为 这个相信这个求真民调 要去大玩加权 导致内参民调失准 那么现在 党内成立一个民调中心之后呢 会按照科学务实的原则 来做民调吗 还是又要自己来加权了呢 德威文怎么看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这次真的非常的可惜 大家在选前 看到六成的民调 基本上都希望政党轮替 当然最后再也两组分裂了 所以最后 你从最后的选票来讲 不好意思 应该说柯文哲民众党 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 所以这一次保送了 赖清德能够继续 民进党的执政 我觉得 其实对于民众来讲 错失了这个机会 真的非常的可惜 而当时 我想包含柯文哲主席 跟他旁边的人都不断的强调 他们的民调是多么的准 但是最后票投出来 就有这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现在说要成立自己的民调中心 不好意思 柯文哲主席一直在讲 民众党没有相关的资源 虽然他现在有一点点的 政党补助费了 您知道成立一个民调中心 要做这些配备 请人员做相关的事情 要花多少钱吗 难道民众党还要继续 跟所谓的小草木管 来做这一件事情吗 我当然觉得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不必世事都谈民调 没有错 科学民调这是一回事 但是重点 民众要了解你 这个政治人物的主张 那我想请教 难道你民调输了 你就不参选吗 你就放弃了吗 接下来2026 假如你各县市 想要派县市长 你假如民调没有别人高 你就不选了吗 还是你要继续参选 去增加宣传你的政治理念呢 所以用这种所谓的 这个成立民调中心 来勘托以后政治的抉择 我认为这是没有什么道理 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倒是觉得 所谓的科学 所谓的民调不是一切 民众看的是 你有没有心好好的来为民众做事情 而这一次我想民众的确给了我们那个民众党八席的部分去立委 而立法院也跟上一届我们这一届完全不一样 这一届是三党不过半 所以我反而认为民众想要看的是 柯文哲主席跟这八席的民众党立委 如何在立法院发挥功能 而不是去计较所谓的民调高一点或者低一点 或者其他的事情 那这一点我反而认为 包含我们这一次选举不好意思 我说这个毕武委员也是我在立法院的好邻居 他一开始的民调 差那个蔡其昌不好意思 真的差不 真的差很多啊 不是差不少 是差很多 但是最后投票的结果是怎么样 投票的结果是 把蔡其昌吓出一身冷汗 很多我自己在台中当地选区的朋友跟我说 他说以前蔡其昌没有再这样子跑的 这次因为来一个蔡碧如 他说连那十几个人的小的那个 座谈会 座谈会他都亲自出席 不好意思 就是被我们蔡碧如委员所激出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从事政治的人 你若一味的讲科学 一味的讲民调 认为你会赢 你再来参选的话 不好意思 天下没有包赢的 所以我在这边我还是要奉劝 也许柯文哲主席认为 他是想要以科学为主 以民调为主 但是民众真正重视的是 我这次给你这一个机会 你有没有好好把握相关的机会 那但是你若是没有把握的机会 不好意思 选票也非常的现实 2026 2028 说不定今年刚刚1月13 投给你的 你接下来会拿不到这些民众的选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树民大头家 这次蔡壁如在台中 实在是选战打得非常漂亮 把蔡其昌给逼到了墙角 所以可以说是虽败有容 所以现在虽然说没有当选立委 可是很多人都很关心 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甚至要帮他开始找工作了吗 所以王毅川跳出来说 蔡壁如如果是到立法院党团的话 他认为那个八席不分区 只会把你当成是助理而已 也没有人会理你 恐怕只有定便当的权利 所以他认为蔡壁如唯一可以做的职路就是 应该要当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 这样就会有实质的权利 你怎么看绿营这些人对您的看法呢 我想谈那个王毅川 我们可以不要理 我们可以忽略他 但是我想谈一下 就是说在立法院刚好这一届很臭小 就是三党不过半的这种情况之下 也许是历史上面的另外新的一页 那在这新的一页里头 其实就是说 大家在讨论三党不过半的过程当中 都在讨论说我应该跟谁合作 我应该跟谁合作 但是却很少人去谈说 我怎么做才会对民众比较好 所以为到底要跟谁合作这件事情 我在海线也有一点点的心得 那这一次其实 选到最后有一次外媒也来访问我 后来我就很认真的去思考 我在海线到底这个 在野结盟 在野团结这样子的话 就是外界一直在想的 所谓蓝白河的示范区 到底对我来讲 我发觉了什么 有什么样的优点 有什么样的缺点 我大概有综合下来 我大概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在野结盟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是一个冲突的政治文化 它在当地它是冲突的 因为为什么 冲突的政治文化 就过去没有人在讨论 过去二十几年来 可能大家听到的就是 蓝绿对决 蓝绿恶斗 没有人说蓝绿合作 或蓝绿怎样去把它 让老百姓更好 政党政治比较成熟的 政党政治 它是既竞争又合作 竞争可以让彼此的政党进步 那合作是基本上最大的好处 就是老百姓 因为你们合作了 那就会替老百姓模糊 所以这个在有三个困境 第一个是一个很冲突的 这个政治文化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 这样子的一个可以理性的 去讨论的这样一个政治文化 为什么我在当地里头 我感受到了就是 常常他会觉得说 这样子很冲突 因为冲突会接下来第二个 老百姓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 理性的去分类投票 他常常跟你讲说 那个总统投三号 立华元投一号 三号是国民党 一号是蔡壁如 民众党 那政党票我要投几号呢 所以在地方上面呢 那我们后来就发明了 就是有各自的 各自解读 那国民党就开始想说 三一九 总统号就三号 立华元我们支持一号 然后政党票就九号 那民众党在当地就变成一一一二 一号一号十二号 所以这个在老百姓来讲 他要投票 他是他没有办法 理性的分类投票的 所以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在这一次里头 那你其实另外最重要的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说除了老百姓 没有准备好之外 其实两大党的这些政治精英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好 那也没有互不信任 彼此之间没有信任 就看到这一次 蓝白河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一个不信任的 那你也可能就说 各党的政治精英里头 他可能各自为师 他觉得我最厉害 我就是只能当政 你就是要只能当富的 那另外一个就觉得说 我民调比你好 那我是不是应该 可以来领导大家 所以在这一次的选举里头 我大概有得出这三个结论来 所以政党政治之间 真的要竞争又合作 确实是一个艺术 也是一个智慧 那也许民主国家 慢慢更进步之后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未来的这样子的试验 会越来越多 那最多的其实是要发挥 很多的沟通跟协调 每次的沟通跟协调 比如说国民党卢学院市长 希望我出席的场合 希望我到市区里头帮F4 去帮我们拉票怎样 那我们两个站在车上 或是站在菜市场里头 开始拉票 总统票要拉谁呢 政党票要拉谁呢 其实每次都是要经过演练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沟通协调 慢慢的也许民主社会里头 可以从这种小地方的一个区域 那讲回来 王立川反正他还没选上 我不需要去回答他 他不需要来管我当什么职位 说实在话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 瑞云在九合一选前说 台积电落脚桃园 结果却惹出当地居民的抗议 现在又传出说 台积电的1奈米要落脚加益 虽然台积电解释 不排除任何可能 但是看得出来 怎么又是政府抢在 台积电前面放话吗 会不会又跟农科三期一样 结果最后大家空欢喜一场 而且还房价暴涨呢 费委员 我们回想农坛科医员区的第三期 他们当时要收购 大概100多公顷的地 要给台积电 当然那是在选举 为了帮民党 某个候选人造势 平常讲 当然大家都希望台积电去 台积电去 第一个提供很多就业机会 然后房地产 马上就拉高 有房子当然很高兴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说为了选举去炒作 去拿选票 去拉台房价 我觉得不可选 至于台积电 我希望它在台湾多设厂 免得这个厂都跑到阿里桑那儿去了 跑到日本去了 跑到德国去了 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所以我是觉得在台湾 当然我们台湾政府 不要为从选举 还有从炒作房价的角度来看 台湾现在原来都是集中在北部 现在到中部到南部 让区域平衡发展是好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 刚才我们在休息时间在讲 这个电的问题要解决 台积电是高效 这种晶片厂是高耗电能的厂 当然它可以带给地方上的繁荣 的发展 也让区域能够平衡 我是觉得它要能够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